許主播今天的外頭天氣非常的冷 但是新北板橋西區的立委選情是非常的熱 現在呈現一對一的戰況 也是呈現了拉鋸戰 那麼今天早上民進黨的立委候選人張宏露 在前行政院長蘇貞昌的陪同下 進行了市場掃接敗票 那麼這一次也是蘇貞昌第一次 在新北地區徒步的方式在市場掃接 而對手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林國春 也是原本早上是在拜票 可是接收到了突發 在南亞南路一段的地方 發生了自來水管的爆裂情形 也趕來現場做支援 我們先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在立法院我們有過半 所以很多胡國立民的事情 可以很快做到 總算有在野黨丟水球 撒面魂 妨害 整個全戰預算的通過 最後也因為有過半 我們才能很快的來通過預算 現在大家都看到成果 甚至連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也拼命爭取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立法院 好的立法委員能夠繼續為人民服務 入口拜票沒有時間 一接到訊息我趕快停止 趕快過來 選舉策略本來就是穩章穩打 因為有些政見上面 大家可以去辯論一下 我也希望說 中央的立法委員應該要公開的辯論 回歸到政治政策面政見面 然後選民面讓民眾去了解 你這個中央的民意代表到底是在做什麼 好 新北板強新選立委的競爭 我們可以知道現在是呈現雙雄爭鋒 那麼這次也是第三度 國民黨立委林國春對上民進黨立委張鴻露 那目前張鴻露是有現任的優勢 不過雙方陣營在選戰倒數的階段 還是力拚掃接敗票 希望可以爭取到更多選民的支持 以上是目前的最吸引主播